主持人的海苔 海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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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沈蓝公主 今天我来村里面玩 有些人说这个山藏有 黄蒜花 这是一种植物的饮料 我则拿去摘一下 我们说这个山藏上面有 大家看一下这个海蜡蜡 长什么样的 那么高 要得了吗 慢点 这种爬山的事情 可能要稍微一点的上去才行 我这样的生产可能上不了 现在已经到这个地里摘这个黄范花了 要把这个花摘了 过来时间它又会长出新的芽来 好香的花 走走走走 给的挺多的 可以够做一些弄米饭了 回去整弄米饭了 刚好走到这个山的中间 刚刚两个小妹妹在这里有山产 这个野花 这两个妹妹摘的挺多的 我帮她们把叶子摘一下 整理一下 妹妹告诉我 她们是少数民族 过节的时候 也用这个黄范花来 蒸糯米饭 在我们民间流传这样一种说法 用这个植物来蒸糯米饭 会少生病 还有上山干活的时候 也不会被蚊虫叮咬 看我们已经摘到很多黄范花了 好香的 现在已经回家了 走到时候下干就可以做弄米饭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见 请帮我们大家收看 我的眼睛观众一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 谢谢 谢谢